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鲜的好去处 但是您知道哪里可以吃到雄七的海味吗 今天要介绍的是一家温馨小巧的海鲜小吃店 或许开车一族常常会呼啸而过 但真正的吃货可是会特别登门造访 前来品尝美味蒸修 因为我是这边的住民 我在这边住了七八年的时间 那我大部分是属于外食主义 所以我在这边的所有餐厅都吃过了 那最后选择这一家食餐来吃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东西新鲜 鱼肉 鱼跟虾子都是现捞 海边捞上来的 然后就马上就可以进入厨房 沙蟹的部分也是我们原料这边 很重要的一个螃蟹 因为它肉质回美 它味道特殊 好吃 脆 然后肉质多 所以我特别喜欢吃这个 我是北部下来的 因为常常到花蓮钓鱼 我们也是一个钓鱼协会 然后钓完鱼的时候 都会来这一家餐厅 来这边吃他们的海鲜 特别新鲜 老板又亲切 刚才跟老板很不客气的 把它借了一只龙虾 有看到吗 这个龙虾就是新鲜 因为老板都亲自下去抓龙虾 因为他们有遗传 给客人吃的东西都是很新鲜的 花蓮岩辽最出名的 就是这里的本土龙虾 而这里跟别家最大的不同 就是龙虾都是老板杨国心 亲自下海捕捞 品种也相当多样 肉质口感上或许有微微差异 但新鲜又美味都是同时达标 像我们花蓮海域 它有白虚 白虚龙虾 然后大头虾 还有人讲说 那个飞蛇 讲台语的话 它的头比较大 身体比较小 跟一般的虾你看 它这个白虚就不一样 我们在海域我是抓到差不多五种 我们浅下去它的 它的习… 那个它的习惯不一样 这个是喜欢单独喔 底气看得到白虚 可能就是两只 它们可能就是一共一母在旁边 就不会像别的虾一群这样 我浅了那么多是 它旁边都不会有虾很奇怪 这个会一群 喜欢在那个胶子流水最强的地方 因为它最有力的 就是这种大头虾 它扒着胶子流水 冲不走它 听着老板如鼠家珍的介绍 真的迫不及待 想品尝本土龙虾的美味 杨老板说 龙虾料理的方式非常多 但会根据不同品种龙虾 做不一样的烹调建议 像大头龙虾 头大 身小 切块处理后 就非常适合塔香拌炒 首先将龙虾裹粉酥炸 过程中需要注意火候控制 虾肉才不会过老 失去弹性 酥炸好后 另起油锅 制作塔香配料 蒜头 洋葱 老姜 全把它拌好 泡香一下 跟香药先拌炒一下 煎过几次翻锅拌炒后 龙虾与调味配料 完美均匀地 包覆在酥脆的表皮上 再加入米酒呛锅增添风味 并以葱段以及辣椒点缀调色 最后加入主要配角 九层塔 整锅呛满了浓郁塔香的龙虾料理 就能大快多一一番咯 塔香拌炒的龙虾 酥炸的外壳 咸香带甜 里面的虾肉一入口 又有着令人胃口大开的 蒜香与塔香 完美搭配真是美味到停不了口 而另一种白须龙虾 因为肉质丰厚 除了一般清蒸方式 杨老板则建议用焗烤 在不抢夺龙虾风味为前提下 铺满厚厚一层的起司 在虾肉上 浓郁起司的奶香 与虾肉的鲜味 在预热之后 交融成你浓我浓的幸福滋味 一起入口才能感受 这道料理的完整 店里不止龙虾 大部分的新鲜鱼货 也都是杨老板亲自捕捞的野生海鲜 完全是靠天吃饭 捕到什么就料理什么 从15岁开始下海捕捞鱼货 以往多是转卖给大餐厅 四年前因为父母年事已高 就决定将父母原本经营的 杂货店收起来 自己装潢成现在这间 有温度的野生海味小吃店 最辛苦的就是刚开店 真的一个过年一桌而已 今天也没有名气也没什么 台客 这样人家可能也觉得 没有什么东西 那个过程 那时候想说到底可不可以 后来用它现在 真的是蛮顺的 也是 因为可能就是我们的东西吧 可是 就是要新鲜 而原本从事会计工作的太太 最后也决定辞去工作 在店里帮忙外场及管账 后来因为厨房人手流动性高 也进厨房 学习备料和负责烤牌 夫妻俩同心为这家小吃店打拼 虾子未来会好用 常常被龙虾刺到会流血 因为龙虾刺到手会流血 好像会流血 很多刺 但是老公做的事就是支持他 我们就是这样做老婆 就支持他做 就要要坚持 因为我 他的 他的经纪男人是我 是我来支持他 就要不要担心 老板娘眼光微微泛泪的 诉说开店之初的辛苦陪伴 个性朴实的杨老板都看在眼里 虽不善于言辞 但对老婆满满的感谢 都在互相依赖的眼神与表情中 表露无疑 辛苦了 现在夫妻俩在厨房就是超级好伙伴 一个顾炉火一个顾烤台 在小小的厨房里 两人默契十足动线流畅 可人再多也不慌乱 而除了龙虾之外 这里的野生海鱼种类也相当多 今天杨老板为我们料理的是烤黑苍鱼 姜片然后葱段 一般人是它直接烤 味道不太香 不要看它这样 这个调味出来不得了 吃起来的时候 那个鱼香味 黑苍肉质吃起来也蛮细嫩的 对 胃表力有点酥酥 烤过的黑苍鱼皮 酥脆中带着微焦的胡椒香 以引人垂涎三尺 再加上充满辛香料在鱼腹 使其鱼肉鲜味再提升 入口滋味层次堆叠 第一层的鱼皮脆感 第二层的鱼肉Q彈 到第三层的辛香料提味 完全让烤鱼的美妙达到极致 海洋世界真是个美食宝藏 每每洋老板下海捕捞 都有珍贵收获 像冬天海象不佳的时候 香螺的数量少之又少 春天我们可以抓到海螺 这个季节有 但是这几天吹这种东北季风 浪就大 那没有办法下去 香螺就是 有时候我去潜水 有它不多 像我池子里面还有上壳吧 等一下也是可能要吃原味 烤一烤 香螺料理方式非常简单 烤熟后将螺肉取出切片 再搭配老板特调的五味蘸酱 就可以上桌 香螺肉口感扎实有嚼劲 不蘸酱也能在咀嚼中 享受到螺肉的鲜甜 来这里吃海味每每都会有新惊奇 不但食材常常不同 风调方式也会因食材而异 这一味三杯沙 食用的是水沙 也是吃货朋友来店必点大推的菜色之一 三杯沙 它里面胶脂很好 水沙我们现在要用的就是 它的是鱼肚 我这样吃过那么多外面 它没有办法说 像我们这个有水沙鱼肚这样做 因为你在沙的过程 它胶脂一直流失 将酥炸好的水沙肉备用 另起油锅制作麻油三杯酱汁 先将蒜头老姜洋葱用麻油爆香后 加入炸好沙肉调味酱料快火翻炒 再下点米酒九层塔拌炒起锅 一道满满胶原蛋白的美味 让爱美的客人可是吃得津津有味 好心情都飞扬起来 这个鲨鱼的特色就是说它胶脂高 然后吃起来很爽口没有腥味 所以这个对女孩子来讲的胶原蛋白也特别高 所以我特别喜欢吃这个鲨鱼 这里的每一道料理都有着洋老板 最朴实直接的代客心意 没有大餐厅的亮丽装潢 没有花俏的烹煮方式 最大的特色就是这里的食材 龙虾 海鱼 沙蟹 海螺等等 都是老板亲自下海捕捉的火跳跳新鲜货 想品尝花脸野生海产来这里就对咯 这个是我最自豪的 让我从一无所有理靠着它翻身 因为很少会有人弄皮蛋 然后跟胡麻酱去搭配做披萨 真的要自己亲身过来吃才会吃到那种口感 接下来带你到宜兰头城 品尝浓浓台湾味的义式披萨 老板是一对兄弟 他们两个远赴意大利像国宝籍的师傅拜师学艺 回国之后来到了家乡 延续意大利的做法 并且结合了宜兰的特色名产 做出了许多独具风味的披萨 台裔美食大集合 让餐厅成为了第一间 登上意大利美食杂志的台湾意式料理店 让我们赶快来看看吧 来到衣山傍水的宜兰头城 一定要到著名的乌石渔港走走 观看令人心旷神医的海景 而在渔港附近呢 有一栋欧风建筑格外显眼 里头清工业风的装潢引人入胜 搭配上头的灯饰增添浓厚的欧洲气息 这时采访小组看到正在甩打面团的江丞翰 熟练的身影将披萨从无到有的制作过程 堪称一场精彩的表演 最以前是自己小时候就很喜欢吃披萨 对 然后我喜欢到八年前养的第一只狗鱼 叫做披萨 一开始是爱吃啦 那吃到后来就是有想过 自己是不是也能走这条路这样 只是那时候都还在家里炸几点帮忙 直到后来有跟父母讨论过后 才决定要往这个方向走 江丞翰在父母鼓励下 与弟弟一起前往意大利 向国宝及师傅拜师学艺 为了学到正统的义式拿破裏披萨做法 经历辛苦难熬的学习过程 而江丞翰也坦诚 一开始以为做披萨很简单 但没想到的是里头的学问超乎想象 去学之前都没有接触过披萨嘛 那时候就觉得 应该是照着一套SOP下去做就好了 那没想到认真接触下去之后 才发现披萨它会因为你当天的气温 温度然后湿度 然后跟我加在面团里面的水温 而会影响到我最后的成品 然后才发现 然后原来面团加了酵母之后 它几乎可以算是有生命的东西 比想象中精细的制作 让兄弟俩花费不少心思 努力钻研 后来学成归国后回到宜兰 不只重现道地义式披萨的美味 也融入宜兰在地食材 其中最具代表的 当然是店里的招牌 黄金鸦片披萨 在国外比赛的话 它的规章是有很多的 它包括你制作窑的大小 烤的温度 然后饼中间的薄度 饼圆外面的厚度 它都是有一定的规章下去做 你才可以称作为拿玻璃披萨 像我们有一个黄金鸦片 这个披萨它就是 我觉得它有点算是 承袭意大利精神的 下去做的一块披萨 因为像意大利的精神 它不会去选说 多远多高级的食材 就一定要用那边 他们喜欢用的是 当地新鲜的东西 那我就用这个精神去想 它宜然有名的东西就是 金枣 三星葱跟鸭桑 所以我们就把这三个东西 融入做披萨里面 先将鸭肉逼出鸭油后 加入三星葱 一起拌炒入味 起锅放凉的同时 拿出经过长时间 低温发酵的面团 以熟练的手法抛转面皮后 涂上自制的酒酿金枣酱 再铺上满满的起司 与拌炒后的鸭桑 最后放上酒酿金枣 点缀其中 放进烤箱数分钟后 饼皮的面香 与起司的香气 逐渐弥漫整间餐厅 光是味道 就令人陶醉的招牌披萨 就完成了 我很喜欢吃这个鸭片 因为它的皮是拿破里的皮 又做的不是很扣薄薄的片 然后烤得很酥 然后最重要是说它搭 你看它搭了 他们宜然在地的食材 有樱桃鸭 有金枣有葱 然后搭起来 吃起来的感觉就是酸甜甜香的 非常搭配非常好吃 除此之外 店里还有一道 创意与美味兼具的爆红料理 胡麻皮蛋披萨 选用宜然温泉皮蛋 与胡麻酱做搭配 独特又创新的想法 令人耳目一新 那在披萨的底部 先铺上胡麻酱 那皮蛋的部分 我们会先把皮蛋剪碎 然后用奶油下去 加在皮蛋里面稍微搅拌 也可以去一点皮蛋味 然后上面一样放起司 就进去烤 那烤出来之后 一样上面再用一些胡麻酱 下去做点缀 就这样的完成 它的味道很特别 那时候之前 来的时候第一次吃 我就爱上它的味道 就是很 怎么讲很创新 因为很少会有人弄皮蛋 然后跟胡麻酱去搭配做披萨 一道道视觉与味觉 兼具的美味披萨 成功抓住客人味蕾 让餐厅连平日的中午 都坐无虚席 而将这些熔景看在眼里的父亲 坦言 儿子当年前往意大利学习的过程 十分辛苦 如今功成名就 不仅儿子成功圆梦 老板说 其实呢 也弥补自己当年创业失败的遗憾 我当时从台北回来伊朗 开那个吊下场 很快的我们就 真的在伊朗 很有名 非常有名 生意非常好 但是也就是因为生意太好 成功来得太快 让自己失去了警惕性 那经过苦痛的背叛嘛 让我们夫妻俩 再烧光继续 我老婆所有的价装都被我卖光 一直到身上只剩下85块的时候 我跟我老婆 就毅然决然说 不要再留恋 让我们回到台北重新开始 那一开始回去就是开计人车 但不甘当个上班族 心怀创业梦的老板 凭借不服输的精神 在有限的资金下 决定转站路边摊 买炸鸡 经过没日没夜的努力 夫妻俩成功闯出一片天 我也很感谢我老婆 她真的对我不离不弃 她比我还努力 加上她对调味的一些敏锐度 所以很快的我们在板桥那个地区 一个小夜市就让我做到很成功 除了炸鸡事业稳定发展 在儿子学成归国后 决定回到家乡宜兰 一起打造一间属于全家人的餐厅 儿子负责披萨 老板则将当初 带他从人生谷底翻身的炸鸡 带入店里 老板自豪地说 这绝对会是有生以来 吃过最好吃的炸鸡 这个经过12小时的腌制以后 把我独特的生粉调成姜状 然后跟鸡肉充分的配合 我们利用这个生粉发酵的过程 然后去分解这个鸡肉的阻值 所以腌制好以后 一定要在隔天全部卖完 没有卖完我们就丢掉 充分拌匀以后 我们就放置到冷藏 经过独家腌制的秘方 发酵八个小时后 将鸡肉一块块进行油炸 老板说 裹在鸡肉上的粉要薄 这样才能吃到鸡肉鲜美的味道 与酥脆可口的外皮 咬下一口 绝对让人竖起大拇指 称赞连连 它外酥 然后里面软软 然后咬下去 它的汤汁就是会 就是很多汁就对了 就是在外面吃 没有吃过像这一种的 因为外面通常吃下来 它都会有一点就是干干彩彩的 可是它的不会 即使冷掉了也很好吃 为了让客人吃到更多 风味的美食 除了炸鸡 老板还加入鱿鱼圈 鸡翅等多种炸物 做成澎湃无比的总会拼盘 好吃到点餐旅 可是不输店里的披萨呢 除了经典炸物外 身为宜兰人的老板 致力推广家乡好食材 老板说 宜兰曾是养虾王国 但早期呢 因为药物泛滥 而产生许多废弃余温 近年来 有年轻人透过科技 养殖无毒虾 重视食安的老板 二话不说 向他们购买 并改良西班牙蒜虾的做法来料理 这道料理 我们经过快速的解冻 然后平铺在我们的铁板上 加上蒜片 黑胡椒 然后我们独特的意识香料 然后再淋上我们最顶级的橄榄油 就直接送烤箱 经过370度以上的高温烘烤 快速烤熟 直接送到客人餐桌上 才能够吃出它鲜甜的味道 因为这边我原本以为是主打披萨 可是有点了一下鲜下的部分 它还蛮鲜嫩多汁 重点是它很新鲜 是因为看它的下口 就知道它很好剥 肉质的话蛮坦的 就是蛮坦雅的 吃起来还蛮好吃的 美味可可的披萨与海鲜料理 不仅在当地传出好口碑 也让餐厅获得 宜兰投尘必吃店的封号 然而谈起刚创业时的种种经历 江丞翰说餐饮业真的比想象中辛苦 经营一间店真的没有想象中这么简单 对 要付出很多的辛苦 像那时候这间店生意刚开始好起来的时候 有一个礼拜的假日 我跟弟弟打完面团 备完料 然后走出去店里外面休息 但一走出去开门的时候 一看天居然亮了 对 那时候我们印象蛮深刻的 因为就是从早上又做到早上 我除了我对我的炸鸡最有信心以外 我都没有吃过它一片披萨 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 哪里来的勇气 但是我觉得既然是要为下一代圆梦 我就毅然觉得我无愿无悔 老板戴笑着说 虽然当年我创业失败 赔光所有积蓄 但我深信故乡不会背叛我 透过这份信念 全家人携手将餐厅经营的有声有色 不只解开老板二十几年的痛 也将一道道经典料理搬上桌 共创美味又具特色的义式料理饗宴 我亏了一千五百万 我身边有很多的大哥好朋友 他们也很愿意帮我再重新出发 所以他们就借给我一笔资金 让我重新再把这家店做起来 淡水清轨沿线有许多的美食 举凡义式 泰式 韩式等等各国料理都有 今天要带你来品尝台菜料理 这家海鲜台菜餐厅主打很劳啊 当天渔船捕到什么鱼 餐厅就提供什么样的料理 然而老板却也是经历了多次导店 顶让甚至是负债才有了现在的成绩 他是如何度过低潮 重新站起来的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淡水清轨沿线有许多美食 其中当然少不了台湾人喜爱的海鲜台菜类型 这间外头摆满各式海鲜的餐厅是老板 陈志宏创立的 对海鲜情有独钟的他 喜欢到处寻找稀有的渔货 也会针对各种渔货 研究新的烹饪方式 像是这道公保天使虾 就是他的创新菜色 那这个虾子呢 其实他是适合做炸或者是烤 因为他的肉质的问题 那我们就研究出 如果我们炸一炸用公保的方式 把它炒出来 他的这个虾肉会比较Q弹 虾子我们要先裹粉 那下去炸 那再炸熟了之后呢 再撈起来 我们再用大红袍 蒜头 以及一点辣油 下去爆香 爆香之后再把虾子放下去 拌炒之后再加葱段 然后再这个花生 再起锅 公保天使虾色泽鲜艳 华丽的鲜红虾子与辣椒 还有一些翠绿的葱段 作为点缀 看起来相当诱人 天使虾味道鲜美浓香Q弹细致 与辣椒大红袍花椒爆炒后 红而不辣 辣而不猛 香气十足 再加上花生一起入口 增加硬脆口感 比较像公保鸡面的调味 但是吃起来的话就是鲜香麻辣 非常好吃 它那个虾的肉质 新鲜非常Q弹很甜 陈老板拥有丰富的餐饮经验 他的爸妈在大屯山 经营土鸡城三十多年 从小就跟在爸爸身边学习 具备丰厚烹饪底子 决定自行创业后 经营过烧烤火锅 以及球场餐厅等等 然而都已结束营业 或是转让收场 甚至负债高达上千万 我记得在前一个火锅店 我亏了一千五百万 光装潢就已经花掉一千万 食材成本一直在成长 一直在增加 那人员管理又不是很有经验 最后就是没有办法 那就把它结束掉 当初亏损了这么多 其实负债蛮多的 那我身边有很多的大哥好朋友 他们也很愿意帮我再重新出发 所以他们就借给我一笔资金 让我重新再把这家店做起来 或许是陈老板对餐饮的毅力感动了上天 这里的料理颇受韬客喜爱 客源趋于稳定 债务逐渐还清 其实老板从小在爸妈的土积城帮忙 也坚定了他未来的志向 对他来说家里的土积城是抚养他们一家子生活的源头 这也是他执着开餐厅的原因 其实我们有几道菜都是以前爸爸妈妈他们做的 那我们就延续下来 爸爸已经不在了 妈妈年纪也大了 我都有点希望他们能够退休 他能够退休 可是妈妈觉得那是他的兴趣 所以妈妈还是在做 但是我还是做我的 只是我们的方向会比较广一点 这道蒜头鸡汤就是老板将土积城的好味道 带入餐厅中 最重要的主角蒜头也有其特别之处 老板坚持选用台湾蒜头 品质稳定 味道足够 首先要将蒜头饮干后泡久 而且至少要泡一年半以上才能拿来使用 就连搭配的鸡肉也是精心挑选 因为爸爸是做土积城 我们从小就跟着他这样子 所以我的鸡肉 我不是随便用肉鸡 防土积城等 我们煮汤是用 养六个半月的玉米鸡 因为六个半月的玉米鸡呢 它的鸡肉肉汁啊 它是软硬四种 它不会太硬 它也不会太乱 鸡汤炖煮十几分钟之后 再加上蒜头酒做收尾 就完成了这道 包含满满怀旧情仪的蒜头鸡汤 鸡汤底清澈飘来正正蒜头香味 喝起来浓郁顺口 鸡肉呢则是Q弹有嚼劲 热乎乎的一碗汤喝下肚 保证能温暖你的胃 对鸡肉的品质不软也不硬 它的蒜头也是特製的 跟你的泡过酒 跟别的 别人的一般餐厅的蒜头 是不一样的 陈老板心心念念的菜色 还有这道招牌油泡鱼 这是陈老板的阿嬤 在她小时候 经常煮给她的一道料理 对她来说 是怀念的滋味 也是最简单的美味 因为小时候 我阿嬷都是这样做给我吃的 就是整条鱼 但是当时以前 可能就经济上面的问题 都是用五锅鱼 那做油泡鱼它的特色就是 肉质一定要比较细的 那最好是连鱼淋一起 那整条下去炸完之后呢 炸到外酥内乱熟了 那我们再起锅 再淋上我们特调的油泡酱 油炸过后的马头鱼肉质细致鲜甜 搭配上方细小的鱼鳞一起入口 像是玉米脆片般酥脆 打破了鱼鳞都是难以下咽的既定印象 还能增加整道料理的口感层次 再沾上特制的酱汁 咸香中又带一点微辣 为清甜的鱼肉画龙点睛 吃起来的口感是外酥内嫩 而且带着酸酸甜甜的酱汁 非常的特别的一个味道很好吃 开店创业总是辛苦的 在老板背后 其实还有一位默默付出的人物 就是他的太太龚淑梅 跟着老板从富开始一路打拼 并扮演重要的调节者 让餐厅顺利运作 不过其实他一开始 并不支持老板再开餐厅 其实他的心愿一直就是想要在 东山再起 那可是说实在的 我会很害怕 已经负债了 那东山再起怎么起来 经过家人啊 我们大家就一直希望他 打退堂鼓 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 他现在不拼 什么时候才要拼 我说好 既然这样我们再拼拼看 所以才有了这家店 开这家店的时候 就是中间碰到很多的挫折 有时候我们两个想想说 为什么要这么累呢 我们开一个小店就可以了 但是还好有太太的支持 她都会替我想一些方法 那我们就研究之后 我们可能就是分头去进行 去执行 她是一个非常好的调节者 她是店里面最辛苦的一个人 夫妻俩相互扶持 一人负责食材 一人负责接洽调解 餐厅成功步上轨道 接下来这道料理 是老板特别向我们推荐的 自创菜色 菊岛酸瓜猪 瓜类经过腌制之后 变成酸瓜 是澎湖的独特风味 陈老板跟太太到当地旅游时 经过朋友介绍取得的食材 我们到澎湖 我的朋友家里面去做客 有一次拿这个酸瓜 他们就是炒鱼肉 鱼肉 鱼桶 我觉得味道很棒 那刚好我太太就在想说 我们店里应该有一个酸酸的菜 酸酸的菜比较特别 所以我们就 她就建议说 我们是不是把这个酸瓜 带回去研究看看我们做 什么样的配料来做成一道菜 酸瓜的滋味不但酸干 口感更是香脆 可说是百搭配料 都能融入各式的菜色中 发挥其酸干的特色 与三层薄片一起快炒 酸 油 咸 香 彼此相称 再带一点辣椒香气 让人不禁胃口大开 因为她的酸瓜是从澎湖手工的酸瓜 然后搭上她的三层肉 整个口感真的是敬畏天人 一吃下去之后 非常白饭 非常的下饭 所以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一道菜 店家的招牌菜色还有这道佛跳墙 满满的一种配料 有猪脚 排骨 筍片 芋头等等 最特别的是料理方式上有个独门之处 食材我们一定要看得见 它才是最健康的 所以我所有佛跳墙里面的十几道食材 全部都是店内师傅一手包办 每一项都是自己做 自己加工 绝对没有现成 所以这样子出来的味道才会很好 老板陈志鹏即使历经多次失败 仍然不屈不挠 努力实践自己的餐饮梦 他也会秉持开店的初衷 选用新鲜食材 提供料好实在的菜色给客人 下次来到淡水 想品尝鲜美海产时 不妨选择这家餐厅 吃火锅也可以很浪漫 在一个很美的氛围下 吃的是健康的东西 我们是选用伊比利的梅花猪和牛 都是选用各国最高等级的 天气越来越冷 火锅成了许多人暖身驱寒的好选择 接下来要带您认识的这家餐厅 就位在了新北市的林口 餐厅不只装潢精美 在餐点上也能够感受到老板娘的用心 可以说从里到外都颠覆了大家 对台式算算锅店的既有印象 餐厅更是被称为全台最美火锅店 赶快一起来看看 这间位于新北市林口区的火锅店 欧式宫廷风的华丽装潢 衬托高级质感的水晶吊灯 在在都显示出它的不平凡之处 吃火锅原来也可以在这么 异国风情的氛围用餐 同时也满足王美族的质感要求 与陶克的舌尖味蕾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 可能比较浪漫的个性 然后我也很喜欢就是欧洲的氛围 我就会想那我是不是可以把这种氛围 带到火锅里面来 吃火锅可以不要只是 就是那么工业风或者是蝉风 吃火锅也可以很浪漫 然后也可以不限你时间 然后你就是在一个很美的氛围下 吃的是健康的东西 这家火锅店真的彻底颠覆了 大家对于台式算算锅的就有印象 以套餐方式公餐 从以上桌提供的香草水 前菜锅物 主菜配菜 到最后的甜点饮品 都是以有机原物料制成 台湾人爱吃火锅 但又常常担心汤头不健康 食材不安全 在这里完全能吃得健康又安心 我已经吃有十年了 因为它的汤头都是没有加味精 然后都不会口渴 而且菜都是很新鲜 然后就是吃得到菜味 然后菜盘都不会放那种加工的材料 原味的蔬果 蔬果的汤头 因为它就是没有任何的甜加物 然后吃起来也不会 喝起来也不会干渴 所以就是非常喜欢 蔬果汤里面就是集合非常多的 有机蔬菜水果 基本的高丽菜 然后芹菜 苹果 柴鱼 昆布 那甚至我们还加入了干贝 干贝的话就是提这个海鲜 然后还有香菇 所有的汤的基底都是有机蔬果汤 然后再去做其他的变化 那我们的石头火锅 是比较特别的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 古早为怀旧的人 然后所以我们就是会用 顶级的这个月子油 就是麻油 然后我们会去做一个爆香 然后还有沙茶酱 那也是都是比较不油 没有那么油腻的 然后就是在客人的桌边 现场帮他做一个爆炒的动作 然后最后再加入石头火 那个石头火锅的原味有机蔬果汤 与一般石头锅不同 这里特别加入猪五花肉 一起爆香体味 让石头锅的呛锅更加香气十足 用它的油脂再带出那个鲜甜味 我们都是用本地的猪肉 然后锅底也焦香以后 等一下就加入原味有机蔬果汤 去呛那个锅 就会更有香气 有机蔬果汤的浓郁甜香 与麻油煮五花呛出的锅香 一起煮滚的汤头 鲜香中又带着点蔬果清爽斑甜 在寒冷的冬天喝上一口 瞬间暖意入味 再算入餐厅精选的肉品 实在是大大提升吃锅时的幸福感 我们店里面用的和牛 都是选用各国最高等级的 譬如说日本我们就是用A5等级的 都是最高 那澳洲的话我们会用冠军酒架级的 那还有美国 美国的话我们是用SRF 就是都是等级最好的和牛 这样 猪肉的话我们是选用伊比利的 吃橡木子的梅花猪 然后我们还有特别出一个 可能一般比较难品尝到的 伊比利的双酱猪 这个口碑都非常好 双酱猪其实它就是 所谓的黄金六两 就是猪颈肉 一只猪只有六两 对所以它特别的珍贵 它的猪肉比牛肉 比其他的店牛肉还好吃 我非常惊讶 我以后就是要来点这个 对因为我其实不太喜欢吃牛 那猪肉一般你在外面 我觉得不臭就已经很幸运了 那好吃是很少 就是只能当做有吃肉 可是这个猪肉是 我觉得非常非常惊讶的部分 这家装潢新颖西津的火锅店 其实已经是创办人郭品芳的第三家店 从第一家店到现在创业 已经有二十个年头 而说到当初会开启火锅店 郭品芳感性的说 就是圆一个遗憾的梦 因为我从小很喜欢吃火锅 那也很喜欢那种 就是大家一起坐着围炉 吃饭那种感觉 因为我们就是家庭 家庭因素的关系 就是没有这样子的经验 所以我就是很向往这种感觉 所以那时候刚好 又历经就是婚姻的问题 那时候就是离婚 然后我想那我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 然后我要带小孩 那我如果有自己的事业的话 我就可以就是把孩子带来身边 那又因为我 我儿子小时候呢 他是很不喜欢喝奶不吃饭 对 然后我就是那时候 常常绞尽脑汁 我要用什么东西给他吃 所以就试了很多方法 然后最后我就是发现 就是用有机蔬果熬出来的汤 是最好的 像我们现在提供的 我们是有五大类 五大类都是有机的 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得到了 去年得到了有机金纸奖 然后是五星认证 这五星就也就是说 您吃的蔬菜类 水果类 根茎类 五谷类 甚至加工食品类 都必须是有机的 那我们有得到这样的认证 那是甚至我们还得到这个金纸奖 那算是在火锅类 就是全台湾的最高名次 而不止食材品质坚持 连成装火锅的器具 它也大手笔请德国厂商 定制可爱的南瓜 与苹果造型铸铁锅 将食材的原味 更可以保留在汤锅里 喝到的汤头更加纯粹 而会使用高成本的铸铁锅 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这里的汤头 每一种都是精心制作 当然要有好的锅 才能带出它的价值与品味 像这里秋冬就推出了几款 不同于一般常见的汤头 给火锅爱好者提供 另一层次的国品享受 冬天的话 我们有新推出的就是 日本红味蒸汤头 那我是觉得红味蒸汤头 然后有点辣搭配这个 现在的花蟹 都是有蟹膏蟹黄的花蟹 那个口味的话 是可以把很浓郁的鲜 海鲜的鲜甜味带出来 比较特别介绍的是 这个虾呢 我是用汶来生食级的白虾 也就是说你退病之后 它是可以生吃得非常的鲜甜 甚至它比你煮熟以后更鲜甜 我觉得它味蒸的味道非常稳稳 可是它不鲜耶 我觉得很惊讶 然后煮了我都不太需要加汤 我觉得这很棒 它在剥壳的时候 是不会黏在肉上 那就表示它非常新鲜 然后咬下去很弹 类似像珍珠这么弹 然后我觉得它这边的一些生鲜 是让我一直常来的原因 如果喜欢鲜甜口味的汤头 还可以试试这个酒蒸蛤蜊汤 一样会有桌边服务 在铸铁锅中爆炒辛香料后 加入使用山泉水酿的私房米酒 及颗颗比50元硬币还大的蛤蜊 熬煮三分钟后 最后再加入有机蔬果汤 原汁原味的鲜甜 保证吃得营养又健康 蛤蜊都超大的 大到你会觉得 这样子会不会吃太多 但是就是每一个都很新鲜 然后味道也是很入味 不会就是只有一点点的 酒蒸蛤蜊味 是非常浓郁的 酒蒸蛤蜊的味道 贴心的老板会顾及 每位用餐人的口味 不喜欢浓郁的口感 不妨可以试试 餐厅新研发的汤头 酸豆芽鲜鱼汤 下一个酸的豆芽 用有机豆芽去乳酸菌 还有寡糖去发酵成酸豆芽 然后我们就搭配了鲁鱼 因为鲁鱼就是对我们身体的修复 胶原蛋白非常好 所以就是一个 算是一个胶原活菌汤 这对养生美容也是非常好 现在火锅品牌已渐渐打响名号 目前已拥有四家店的锅品芳 一路一脚印的 愿意走别人不走的路 喜欢分享好东西的精神 都来自于妈妈最优良的身教 而她也将妈妈在厨余上的好味道 留在店里 一方面是她的回忆 一方面也是向她最尊敬的妈妈致敬 因为妈妈的关系 妈妈又很会做菜 所以我们的卤肉饭 也是我妈妈的传承 那妈妈因为在十几年前过世了 那我就觉得说 我妈妈这么好的传承 我必须延续下去 所以我们店里面的招牌 四方卤肉饭 还有提供给客人吃到饱的 有机腌拔辣 这个腌拔辣也是我妈妈 从小就这样腌给我们吃 我妈妈是高雄人 所以卤肉饭就是比较南部口味 就是很黏稠的 然后就是有一点点甜味的 然后因为又兼顾到健康 所以我们不会用很大量的肥肉 对 就是比较甲心肉 后腿肉这些 不会让你觉得很油腻 除了家传卤肉饭 餐厅使用的面食也很讲究 提供有机姜黄面 有机荞麦面给客人做选择 而让人惊艳的还不止如此 郭品芳在小细节也不放过 小到连免费提供的水 以及复餐甜点也都精心调制 甜点甚至我是请法国甜点 是做的马卡龙 因为马卡龙就是一个很浪漫 然后一个很法国的代表 但因为要兼具健康 所以我们的马卡龙 特别又是减糖 那也是不加任何的添加物 不含膚质 然后都是有机食材 喜欢不断挑战自己的国品风 现在更计划跨足电商产业 希望将店里的热门汤底 以宅配的方式 让更多人可以在家享用 因为很多客人啊 就是会远从花莲台南坐车来 然后就说 你们可不可以让我们在家 就可以吃得到喜源的汤底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店上已经有在筹备 将来就是会有麻辣鸭血 然后还有黑蒜汤底 麻辣汤底 我们都会有就是栽配 还有一个很棒很棒的 就是黑蒜汤底 它非常养颜美容 然后也可以就是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氨基酸这些 搭配鸡腿肉蛤蜊 而且我们鸡腿肉我们是选用 没有施打任何抗生素的 它是吃益生菌长大的 就是人道饲养的鸡肉这样子 国品方颠覆了以往 大家对火锅店的旧思维 不只在装潢上大胆翻转 在食材上也一本初衷 坚持使用全有机认证 就是要让大家爱吃火锅的同时 也能吃尽健康 感谢你的收看 想要获得更多的资讯 请锁定台湾百味脸书社团 我是罗宇文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